hello大家好 这里是今天有新发现 我是吴时依 我是卡卡 之前跟大家聊了聊成云积亮第三四集的第一条时间线 就96年到97年 老芬跟小辈的遭遇以及普渡之妖的连环绞杀网 那么接下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聊一聊 另外两条时间线里面 三率检察官以及美部 他们是如何一点点识破普渡之旧的这张连环绞杀网 以及在未来很长一段的时间里面跟普渡之妖反复的缠斗 黎明前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我们会见证天一点一点亮起来 看过一二集视频的朋友应该还记得 就是在一二集的时候 二帅和小帅已经发现了普渡的第一版宣传广告有猫腻 它是假的 它有虚假宣传的成分 那么在三四集里面呢 二帅就以这个第一版虚假宣传广告为凭证 要求法官让普渡提供所有内部营销资料 相关的研究和实验数据 法官没有批准 那小帅呢在这个时候很不幸的被查出患了癌症 好在他这个癌症是可治的 就是需要手术 手术后呢小帅看见了老芬曾经看见过的那一张疼痛分级表 并且护士啊极力推荐 甚至可以说是半强制的 想要让小帅用20毫克的奥斯康定来阵痛 他选了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最后就是卖药嘛 就是选20毫克的奥斯康定来阵痛 为什么从20毫克开始呢 那小帅当然是支撑着病庭 颤颤巍巍的拒绝了奥斯康定 选了非阿片类的但效果没那么好的阵痛剂 那重点来了 那小帅呢在他手术之后 其实已经和普度的连环脚刹网中的两步正面遭遇了 就是剂量个体化和疼痛是第五大生命体征 这两步 那么很快二帅就来支援他的小兄弟了 二帅就来和小帅一起详细询问了医生 给手术后疼痛的病人服用奥斯康定是否是医院的规定 医生说不是 但是因为疼痛是第五大生命体征这间 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那么是医院的优先判断依据医生必须要处理它 那小帅做手术这件事情就 我认为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疼痛是第五大生命体征 这一步的神奇力量 这个神奇力量是什么呢 就是一旦你成功调整了人们的认知 那么你就成功调整了人们的行为 那接下来 二帅他就拿着医院发的关于症痛剂的小册子 来到了某疼痛基金会的洗脑现场 那这个洗脑现场它一共就三个核心论点 我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第一疼痛不可忽视 是第五大生命体征 必须管理它 第二 药物滥用不是药物的错 是那些瘾君子的错 这个有没有很熟悉 跟那个狗屁假性成瘾 是不是靠得很近 然后呢 第三 其他阵痛基板 它要不就上瘾 要不就对人体有副作用 只有我们20康尼好啊 20康尼妙 20康尼挂挂叫 那这肯定 这句话一出 我觉得它又不行了 不不它做得很隐蔽 你当然没有我这么直白 好 这一切呢 都让二帅产生了怀疑 他就开始调查这些 明目繁多 花样百出的疼痛基金会啊 联合会啊 最后调查的结果 朋友们 做好 洗好安全带啊 来 这些最后调查的结果是 普度花钱资助 或者干脆间接成立 持有了 无数个宣称自己是 第三方独立机构的 学术联合会 疼痛医学研究机构 疼痛病人权益团体 和教育机构等等 全方位的覆盖 全方位 只要是立项官方 全有了 好 这一些机构 一起使力 将疼痛评级表 疼痛是第五大生命体征 以及宣传奥斯康定式 安全症痛剂的小册子 打包在一起 这三样东西打包在一起 渗透进了全美各大医院和诊所 厉不厉害 哇哦 厉害吧 嗯 精彩吧 这张网 嗯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这一步要在后面 由二帅为大家缓缓揭开 它有多么可怕 哇 普渡这个家族 它应该还有别的智能团吧 当然 咨询公司 律所 快捷宿所 一个都同标 二帅在识破了这层层欠到环环相扣的轨迹之后呢 他就成功的从法官那里申请到了要普渡交出资料的权限 啊 你以为普渡就怂了 没有 肯定不会 对 还有试试呢 普渡干了什么呢 来 普渡玩了一个非常 我觉得法律圈非常常见的把戏 普渡运来了整整四辆货车 那么多辆的资料 想要阻挠拖延二帅和小帅的调查 二帅和小帅说 光是给这些文件分类就要一年 所以在同时 普渡还可以正常的卖药 所以他们就找了万元 你那边有万元 我也有万元 不 二帅和小帅的条件非常艰苦 这个后面再说 那我在看完三四集之后 我一个最强烈的感受就是 普渡真是为了奥斯康定 布下了天罗地网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他的那些连环绞杀手段 他可以说是把社会大众 从思想到身体 医生到患者 法律到司法实践 每一个环节 他们都设计好了 他们的行动以及应对 真的是令人惊叹的人渣们 来接下来第三条时间线 也就是美国禁读书的女警官 美步 在1999年到2000年 这两年 她的努力 这两年呢 美步关注的区域内 有一家乡村药店发生盗窃 嫌疑人只拿走了四瓶奥斯康定 其他啥也没拿 而且这起盗窃事件 已经是这家药店最近发生的第三起入室盗窃了 被偷的都只有奥斯康定 这也是连环绞杀的第五步 疼痛是第五大生命体征的衍生力量啊 那我为啥药店非得要放奥斯康定呢 我放别的疼痛药不行吗 当然不行啊 因为奥斯康定是处方药 病人他会拿着医生的处方来指定开奥斯康定 我们药店本有了 不行 你们药店是恶意不放 你们是忽视国民健康 违反医药管理条例 一定可以找出这样的法条的 因为肯定是有医药管理条例 是也要防止药店和药商勾结 要保证渠道的这个公平公正 对 一定可以找到这样的条例来反制药店的 那么美步呢 没办法看着这个情况太糟了 对吧 美步呢 就坚持要规制奥斯康定 他就去和FDA 也就是美国的药监局谈判 要求把奥斯康定严格限制在 只能用于重度疼痛 不能让牙疼 或者是一般性头痛的这种轻中度疼痛患者 都要用奥斯康定这种 抑上瘾的强效症痛剂来症痛 很合理的要求 对不对 会被拒绝的 来当然 大家还记得在第一二集的时候 我们曾经聊到过这个药监局跟大药企之间的这个行业旋转门 那么也就是说 药监局的工作人员 他们不会轻易得罪大药企 断掉自己的职业后路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 药监局的工作人员给的回答是什么呢 狗屁 哇 药监局这个回复也是妙啊 对啊 这也是一堆文化的人扎扎堆嘛 来 然后呢 并且他们还说 有关药物滥用和相关的犯罪啊 不是他们判断药物安全性的科学依据 是那些吸毒者的问题 不是药的问题 这和二丑的论点差不多呀 这哪是差不多呀 这就普渡勾堆了一圈呗 从二丑开始 到那些宣称自己是独立的基金会联合会团体 再到药监局 这个民间政府学术机构 那普渡都打点的妥妥的 上天一定会惩罚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2002三帅以及1999美部的这两条时间线 他也是在更多的向我强调 以及全面的展示 普渡的连环绞杀网 他的可怕之处 看完之后我的感受 也就是对前面的重复吧 一个就是对权威 对宏大的概念永远保持警惕 什么第五大生命体征 这么高的一顶帽子 戴上去压死人了的哦 确实压死人了他们 还有一个感受 也是回归到我们自身 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关注多一点 对我们自己的信心多一点 对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或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你们用 欢迎大家期待接下来的后面四集 后面四集 我们将会看着天渐渐的大亮 好 好 好 by bwd6